他們建議中的引渡新安排 我們民主派是反對的 我們反對的主要理由 第一就是這件事是知事體大 所謂香港以外的中國地方 一定是包括台灣 這種原本法律上的用語 其實是一個政治的表述 你如果要改的話 可以說香港以外的中國地方 你可以加個豁和 但在這裏是但不包括台灣 我們整個新安排 就可以只是適用於台灣方面 而第二就是因為香港人 對大陸的司法制度實在缺乏信心 是非常擔心會有香港人 或者是來了香港的大陸人 是因為一些被安插的罪名 被引渡回中國大陸 當然你會說他們可能會答應 不會有政治審判的 不會說因為有異見人士的異見 而在香港被引渡回大陸 但大家都應該會擔心 就會說這些人士可能是一些被包裝的罪名 例如經濟犯罪等等 因為在中國大陸 異見分子被用經濟犯罪的罪名 來入罪的情況是事實並非罕見 而第三就是現在這個安排 因為這些是嚴重罪行 並沒有追溯期 銅鑼灣書店這一類的個案 就肯定會有一條尾巴 我自己也問過林榮基 銅鑼灣書店還有李波先生 當然 他們的情況隨時是岌岌可危 最後也有個建議 由特首一個人自己簽一張證明書 就可以啟動整個引渡的程序 不需要再來立法會 是繞過立法會的 這一項我們是擔心 就會一人獨攬大權 會形成一個攬權的情況 這是很難接受的 我們說到底當然是非常同情 和有深切的感受的 對台灣謀殺的個案 但是我們不希望香港政府 今次給人的感覺 好像木馬屠城記 趁勢製造一個情況出來 不單止是台灣可以引渡 整個中國大陸 都可以引渡回去 這樣是要不得的 政府真的應該考慮 可不可以就個別的個案 ad hoc 單次 他現在都說是單次的 純粹是適用於台灣 不用說英文了 其他人 是的 首先我代表公民黨和專業議政 就是我們是反對香港政府 嘗試用這個機會 和中國內地 我強調中國內地 達成任何逃犯交換協議 這個我們認為 一直以來 一國兩制之下 都沒有這件事發生 原因就是因為兩制之間 在法治的差異實在太大 這個我相信 香港市民是明白 為什麼我們香港和中國內地 是沒有這個疑犯 尤其是就著刑事案件的疑犯 轉移 我們是沒有任何的協議的 今次我認為是有人 包括特區政府 是乘機 在這個保安事務委員會 討論這個逃犯協議的問題上面 就加策這個 所謂和內地去達成任何 這個疑犯協議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很明白到 台灣今次這個謀殺案件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我們也都支持 是研究如何和台灣 達成任何這個疑犯交換協議的 是安排 但是我要強調的就是 你和任何世界不同 各地的司法管轄區 去成立 定立任何的 一些疑犯轉移的 一些協議 是一定要 雙邊政府 是互相承認 對方是一個獨立司法管轄區 而是和對方的政府 是正式有一個協議 跟著透過本地立法 才是可以做的 如果你看回我們香港 和很多世界不同的國家 司法管轄區 定立的疑犯條例 裏面有很多法國令 或者美國令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由立法會去審議 和定立的 所以如果你說 你和台灣政府 去定立任何的協議 就算我當你是一次性 都好 因為其實是沒有一次性 這件事的 你今次 轉移這個疑犯的時候 你已經要和台灣政府 相關的司法部 是定立一套的機制和協議 去怎樣轉移這個疑犯 這個疑犯去到究竟他有什麼人權保障 他會透過一些什麼的程序 轉移去台灣的司法部 司法部要透過什麼的正式程序 向香港政府提出 這些全部都要在這個逃犯令裡面 是很清楚地說明 現在香港其實已經是有相關的法律 如果你要加台灣去 沒有問題 你可以是透過和台灣的司法部 或者政府去大家去 去談一個協議出來 如果你是談得成的話 你是承認台灣是一個 獨立的司法管系區的時候 而是和內地的這個司法管系區 是分開的話 如果這個是政府的立場 這個就是一個討論的基礎 但是問題是現在文件裡面 7B只是輕輕大過 完全沒有任何的解釋 究竟是怎樣去做 用什麼的法治基礎 怎樣去保障那個逃犯的人權等等的問題 全部都沒有交代的 那麼今次是很特別的 突然間在這個文件裡面提一提 那麼保安局現在就急急腳地約我們 下午就是開會去討論這件事 從來都沒試過說兩天之前開會 突然間文件出了問題 就來約開會 那麼今次究竟保安局裡面 是在搞什麼呢 是否因為有建制派的議員 提了這個問題出來 就急急腳在這個文件裡面 去乘機透過這個機會 講到內地那個逃犯的轉換協議 這些種種的疑問 我們都要跟保安局去交涉 亦都要他們交代 清清楚了在星期五的會上 是解釋給市民聽 OK 你這樣說 是 我有主要兩部分的觀點 第一個部分就是 其實我們應該看回那兩條 現在政府想著去修訂那個法例的背景 包括逃犯條例和刑事事而相互發 實力協助條例 這條條例都是九七年之前 是急急忙忙地去通過 為的其實就是 確保香港可以有司法的獨立 獨立地去和其他的地區 達成的逃犯協議 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那個引渡安排 其實說明就是分開另一件事 而是分開地去一路談的 當然現在的問題就是 談了二十一年其實都沒有 談到一個答案出來 那現在你看到其實 今次是很明顯 是保安局和民建聯他們打龍通 去串謀利用這個台灣這個悲劇 去到暗道陳倉 去將一個根本二十一年都沒有談好的 中港的引渡安排 就用這種刪除了兩條法例 那個適用的例外情況 用這個這麼取巧的方法 就達至到好像變相 就叫香港就承認了 我就要起碼在單次性來講 就可以和內地有那些引渡安排 就引起市民和我想絕大部分 大家民主派的同事都會看到那個危險所在 就是你就會變了做北京可以向特首一個人 就已經可以談好數 就說我先拘捕了誰先 拘捕了他在香港 接著再扔他去法庭 說他經濟犯罪什麼都好 總之不關政治事 那你法庭怎樣判呢 這個是第一個覺得很嚴重的一個政治串謀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 你拿了台灣的兇殺案 拿來過招 但是你現在的操作 其實是逼台灣當局 承認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那麼最後他會不會又和你單次性的所謂 和你達成這個引渡這個台灣的謀殺犯 疑犯的安排呢 可能他又會說 你原來是整個哄我踩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我去接受這個疑犯 變相我就要承認我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那現在台灣無論你是什麼陣營 你說自己是中華民國也好 你說自己是其他獨立的政治實體也好 那就不會是有這個立場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到頭來搞完一大輪之後 就算我們覺得這個案是很值得同情也好 人家都不跟你玩了 我覺得這件事就變了 我們政府是要搞清楚 你有沒有問過台灣 是不是他接受你這個安排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沒有理由用這個藉口 去帶來這麼大的改動 很多人說 民主黨是認為政府今次的建議 所打開一個危險的缺口 和令市民的憂慮 相信是遠遠大於本來對一個市民是很同情 很心痛的案件所帶來的好處 因為我們要知道今次這個缺口打開了 即使可以幫到一個大家都很同情很相感的個案 但是對我們香港的其他市民 我們的基本權利人身安全 反而是製造一些危機的 對於長遠來說 在政策上是否值得呢 市民是要深思的 要知道今次這個安排 是一次性 但是亦都可以出現多次 亦都可以變成行常化 想回我們香港和其他地區國家 所簽訂的法律的互助協定 或者是引渡逃犯的協議 我們每次都考慮到那個國家 本身的司法系統是否成熟 是否一個法治的社會 我們信不信他們法庭的判決 信不信他們執法部門的效率 對整體的國家有沒有信心 考慮了很多因素 我們才會跟他們簽訂 是否值得因為一個案件 破壞了我們過往這些考慮 就逐次訂 逐次訂每次交給政府去決定呢 而這個政府當然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 是聽北京話的政府 所以帶來的憂慮和危險有多大呢 我覺得社會政體是要再三思的 我兩句補充 這次其實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嚴重的刑事案 但是它的操作和決定 是有兩個很深層的問題 一個剛才很多同事都說了 一個政治的操作 是將台灣視為中國的部分 這個其實在將來 我相信在處理這個案件 只會製造更加香港和台灣的矛盾 因為大家都明白到 在過往在香港處理台灣問題的時候 舉個例子 連一個簡單的 不是一個很高級的官員 他們台北駐香港的經濟辦事處 主任來香港都經過很多次的流難 都不能獲得入境 還在這裡還未進入 這個做法 其實台灣當局看到 特區政府不是為了司法去做 今次只是完了 習近平的一個統一夢 就是成功地將這個案例 成為將台灣歸為中國大陸的一部分 一個政治操作 只會令台灣更加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做法 更加討厭 更加傷害兩地的感情 對於香港和台灣的交往 絕對沒有幫助 這是第一 第二 大家明白 一國兩制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當香港的很多人 在香港是利用了我們在基本法比的自由的時候 我們是有暢所欲言的權利的 大家還記得每年的六四 我們都可以講結束一黨專政 平反六四等等 但這些不要說去到結束一黨專政 平反六四 就算在國內 隨隨便便出來抗爭或者上訪 不是沉釁之事 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如果這個一路發展下去 會不會在香港有很多的人士 包括支聯會的朋友 香港參加六四集會的很多人 站上台的人 都可能被成為下一個利用國家的法律 顛覆國家政權罪 沉釁之事被通緝 表面上一次性 但打開了缺口之後 你想怎樣用呢 其實我們講笑 這是個隨意門 大家都知道 有個兒童的漫畫 開了個隨意門 你是關不了的 所以我們覺得 這件事我們不能夠 好像現在的做法 這麼匆忙的做法去接受 以及最重要 這次的權是交給特首 特首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問責可言 他是小英子選舉選出來 他也沒有需要和香港任何人負責 他一個人獨斷獨行 今天我們看到曾經有六八九 梁振英去到今天 林鄭 或者將來的只會越來越靠近北京 這些做法 由一人作主 只會破壞一國兩制 破壞港人治港 令到香港人更加不放心 令到香港人更加放棄了 這一個我們土生土長的地方 好 perhaps I'll do it in English for you The Democrats are extremely worried that this new proposed extradition arrangement could prove a Trojan horse for Hong Kong in a way it's going to take down the judicial barrier under our one country, two system promise and the Democrats oppose to this proposal mainly because of four points the first one is the fact that the law stipulates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that it's Chinese territory outside of Hong Kong is a political stipulation and it's nothing illegal or judicial as such when it comes to getting justice performed so we urge the government to think twice and secondly it's obvious that Hong Kong people lack confidence in the mainland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and we're worried that Hong Kongers and perhaps dissidents living in Hong Kong Chinese dissidents could face framed charges you might say what if they promise there will be no political prosecution as such but they could always always package offences into so-called economic crimes that's worrying that's not an unheard of trend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third point is the proposal contains no retrospective period that would mean the bookseller case for example would drag on and people involved would need to consider would need to consider leaving Hong Kong Lem Wing-Ki, one of the booksellers have told me personally that he would need to consider emigrating quitting Hong Kong and the last but not least point is that the proposal says the chief executive alone can issue or just sign some certificate and she could or he start the extradition procedure now this is unsettling this is more than unsettling because one person could just decide on one case and they bypass the legislature and that could easily, easily lead to abuse of power so we urge the government if they really think this arrangement is necessary of course all the democrats feel strongly about the tragedy that happened in Taiwan but then we can't allow the government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situation and turn this into a means to practically take down our one country, two system format in this city so this whole arrangement if indeed necessary should only be applicable to Taiwan Thank you I'll just add a few words Yeah, I'll just add a few words in English The position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is indeed surprising because at the security panel we're due to discuss the reform of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also extradition arrangements now they have put on the agenda an issue that touched on a very sore point of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we all know that there is no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mainland China we know that they do not respect human rights or basic due process or procedures and they routinely arrest lawyers for doing what they do in mainland China so I think Claudia is absolutely right when he said t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have no confidence whatsoever in signing any extradition treaty especially criminal related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I think that is the very basi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Now when it comes to the murder case in Taiwan the position is that i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ish to have an extradition arrangement or treaty wit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ey need to have a formal dialogue wit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recognise the Taiwanese jurisdiction as an independent judicial jurisdiction that has independent judicial power now if they are able to do that and they are satisfied that the Taiwanese judicial system is at least up to standard then they could enter into treaty wit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o talk about how to arrange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ased extradition arrangement so that is the way to do it and not by a Trojan horse or not by an ad hoc procedure I don't see how an ad hoc procedure can be used in this case 這件事真是知事體大 現在政府的新建議是知事體大 我們民主派呼籲建制派 真的要暗示 不要政府說是這樣 你便逐湧著去 甚麼都贊成 這是對香港未來的影響非常深遠 對香港未來的香港未來的影響 第一個想法可以在條文中說 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任何地方 這個是寫下去的 因為它是一個政治的表述 它就說這句說話是包括台灣 如果純粹可不可以豁胡 就說不包括台灣 只說不包括台灣 因為整件事這句說話 朱凱迪說得很清楚 原本的意思是因為一國兩制 九七之前香港人太擔心 對大陸司法制度太擔心 對它沒有信心 之所以有這句說話 但後來的演繹 將中國其他地方包括台灣 現在出了台灣這個兇殺案的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可以豁胡 是不包括台灣的呢 因為我們說的是司法和法治的問題 並非是政治的問題 而第二你說七月之前要過 你過了其實都沒有意思 台灣如果不承認你 你自己喜歡過就過 是幫不了我們台灣這個 兇殺案的案情或者審訊 你說送人回去 台灣可能拒絕接受 但是你與此同時 我們民主派講得很清楚 你就是將整個香港打開的缺口 其實隨時哪一個 是想像的 還有你根本上解決不到的問題 就是你跟台灣根本上沒有一個引渡協議 那你怎樣做呢 你的程序是什麼呢 透過什麼渠道呢 你是怎樣確保這個人 去到是會得到一個適當的審訊 這種種的問題 全部都在這個逃犯令裡面 是會講到的 那你現在跟台灣是沒有的 那你沒有怎樣做呢 這個就是個問題 我會講到什麼 為了這些人缺乏 的規格不斷 你會講到 那你會講到 為了解決定的 民主党的法律 你會講到台灣 你會講到 什麼事情還是要講到 你會講到 什麼事情 我們不講到 政治性質素 我沒有講到 政治性質素 是真實的 但我們 正在講到 民主党的 法律 在香港和外面的地方 在这 particular case 这就是不努力的 因为如果您运动这个新冠军 什么如果台湾不断认识它 你送了一个冲递去台湾 台北政府可以拒绝 可以拒绝他 所以整個事件是不一樣的 我們叫做公司去考慮的 去考慮一下 再考慮一下這個新設計 因為無法考慮的 無法考慮和考慮的 並無法考慮的 這不是努力的 and this is going to harm Hong Kong very much in the long run it's going to take down and yet another big big freedom of ours 正常是想休會之前過了 如果他真的休會之前想過了他的話 你會做些甚麼呢 過了甚麼才可以的 但你現在過了這條文 但他現在條文本身是怎樣修改的 他都未講清楚是甚麼罪行是可以大陸或台灣來引導 他還未講清楚 所以你過了甚麼 是呀 我們暫時不說了我們再跟保安局談一談